把碗端起来 拇指顶着碗盐 四指拖着碗底 好好端碗 这叫顶天地地做人 看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呀 一个吃饭的碗 你还扯得上顶天地地 我这是服了你的 碗也是有寓意的 你懂什么呀 妈妈 碗的寓意是什么 中国人啊 把有工作叫做饭碗 把固定工作叫做铁饭碗 把好一点的工作叫做金饭碗 碗既能装山山海味 也能装粗茶淡饭 育人贫贱不能赢 富贵不能赢 碗既能装烈酒 也能装白水 育人能上能下 能屈能伸 家里来客人了 能够各尽其得 客人走了 能够退回储位 这说明人啊 能够上得厅堂 归得本位 老婆 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感受这个饭碗 做白断了 所以说 我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啊 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 值得我们代代传承的 手扶着碗 吃个饭你腿抖什么 妈妈 为什么吃饭 手扶着碗 总不能抖腿啊 手不扶碗 穷一试 抖腿耸肩 没三代 树摇叶落 人摇浮薄 要以食就口 不以口就食 做要有坐向 站要有站向 他还想懂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不懂 才要教他呢 还有你 你也给我听好了 老祖宗的规矩 就是要代代相传 你还吃不吃了 不是就滚 一天天的 啥也不是 代表着人的七情六欲 七情就是喜怒 哀思 悲恐忧 六欲就是人的 言而口鼻生意 代表着人的胜利需求 筷子 成双成对 表示阴阳相对 用筷子的五根手指 表示 金木 水 朵 而且筷子 一头圆 一头方 表示天圆 地方 手 在筷子中间 表示天地人 三合 另外 在使用筷子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力气太大了呢 打不开 力气太小呢 又炸不出菜 这表示啊 人在天地间 应该吃分寸 懂你别 更应该知道 天高 地厚 中国啊 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既有包容心 又有进取心 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感觉我这么多年啊 都白用筷子了 所以说啊 我们老土工的 这份传统和智慧 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应该要记住这份骄傲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微信公众号 快乐日常 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 再点击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快乐日常 点击关注 更多精彩视频等着你